年仅13岁的女孩第一天当老师 就毫不客气地向学生们伸手要钱 可她搜遍了全班贫困生的口袋 却仅仅只凑了不到一块八 而这点钱就连坐烫公交车都还不够 于是她当即给每个孩子们安排任务 这个蛮横的老师名叫魏敏之 是水泉村小学新来的代课老师 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她 那真是干啥啥不会 要啥啥不行 就连校长要求最简单的儿歌她都唱不全 可面对这一个五音不全 普通话也不标准的13岁女娃 作为校长的她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整个学校一共有28个学生 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都挤在一个班里学习 三个学生和老师躺在一张床上 这就是标准的女生宿舍 而男生就只能将木板搭在课桌上作为睡床 有着三条腿的讲台也是一推就倒 既是校长又担任各科教学任务的高老师 更是半年都没拿到一毛钱薪水 最近她的母亲生病卧床 必须请假回家照看个把月 考虑到这段时间孩子们不能没有老师 村长寻遍附近几个村落都没人愿意过来 无奈之下她也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初中 都还没毕业的魏敏芝身上 可校长还是担心这个13岁的女娃管不住这些孩子 她只能拿出两本语文书让她教学生们抄课文 然后又交给魏敏芝26根粉笔 并且再三叮嘱一天只能用上一根 毕竟整个学校也只剩下这紧紧半盒 临走之前高老师再三交代 等自己回来的时候 这28个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这也是校长对于她这个新手老师的唯一希望 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村长来到学校 发现魏敏芝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 学生们全都在院子里玩耍她也不管 于是当场就把她臭骂一顿 村长气呼呼地敲响了上课用的灵档 然后给孩子们介绍这位新来的代课老师 可面对这个既瘦小又不自信的小姑娘 下面调皮的孩子们根本不买她的账 他不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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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姑姑村里的就是我姑姑旁边 就是我姑姑家旁边 你不问的是谁 我请问老师 就是老师 小老师 你上去 小老师 叫叫 你过来 你来点挂的 过来 村长警告同学们一定要听魏老师的话 可顽皮的小孩子怎么可能乖乖听话 村长刚刚离开 他们就开始在课堂上打闹 而魏敏芝也是个倔脾气 既然你们都不想学 那我就干脆把门一关 任凭孩子们在班里嬉戏打闹 魏敏芝也全当什么都听不见 坐在教室门口等待放学 可没过一会儿 班里面的学生就闯了祸 魏敏芝进去一看 上课的奖桌倒在一旁 好好的粉笔也撒了一地 同学们都说是张会科干的 魏敏芝让她来捡 可她就是不听话 生气的魏敏芝将她拉到讲台前 推扫之间 他们把雪白的粉笔踩得稀巴烂 学习委员心疼的不断阻止 可作为老师的魏敏芝却并不在意 到了第二天 调皮的张会科又开始捣乱 她不仅抢走学习委员的日记本 还向老师打小报告 魏敏芝一听那可不行 她当即让张会科念给大家全都听听 张会科在角尺里倒了 把可作捧倒了 一会儿心疼的掉在了地上 魏老师咬她的打不接 魏老师就使劲推她 张会科就是不听话 推来推去的 地下的风笔就被踩碎了很多 新来的魏老师不想高老师那样爱惜风笔 高老师经常跟我们 讲学校没钱 埋不起很多风笔 教育我们 爱惜风笔 我是学习委员 每次都要帮助高老师收拾风笔 我知道再小的风笔头 高老师都舍不得扔掉 记得有一次 我把一个已经拿不住的风笔头 丢到墙上 过了一会儿 高老师看见了 又把它截了回来 他用两个手指的指甲捏住风笔头 在黑白上又多写了一个字 嘴后一笔 嘴后一 嘴后的一笔是高老师用 手的打木车磨上去的 我的心里很难过 一会儿有白有长的幸福笔 现在成了 有黑有得的风笔头了 高老师知道了 也会很难过 也会很难过 念完之后 学习委员一把夺过自己的日记本 默默地回到了座位上 那饱含的热泪也从眼睛里止不住的往下掉 张慧珂知道是自己调皮床下的祸 而此时最应该站出来的魏敏之也 木娜地站在原地不知该做些什么 这天晚上 魏敏之一把掀开张慧珂的被子 将她拽到学习委员面前 要求她给张明仙道歉 张慧珂爱于面子死活就是不愿意 但无论如何都架不住这个脾气耿直的魏敏之 无奈之下 她只能从衣服兜里掏出五毛钱 换算起来能买到二十根粉笔 学习委员这才原谅了她 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魏敏之上课点名的时候 这才发现那个天天调皮捣蛋的张慧珂不见了踪影 同学们说她被家里人半夜给带了回去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魏敏之答应过高老师 二十八个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于是她顶着炎炎烈日翻了两个山头 在一处破窑洞里找到了张慧珂的家 这才知道她父亲当年死得早 母亲因生病多年瘫痪在床 家里如今还欠着好几千块钱的外长 上学对于张慧珂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同乡的几个小伙伴 一起去城里打工补贴家用 但那么小的孩子去城里又能做些什么呢 魏敏之决定去城里把张慧珂给找回来 可去城里坐车得花钱 她就找村长去要钱 可这种事情村长也管不了 你去找她也不回来 再也说 你那么小人走这么老远找她去 我还不放心 家里还有个孩子 我还不放心 没人看着呀 耳朵学生 谁也看着 我就是去门就回来了 一根筋的魏敏之实在没办法 她只能来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想办法 同学们众说纷纭 有说一块钱的 有说三块钱的 她仔细地算了一下 自己来回再加上带回来的张慧珂 一共需要九块钱 魏敏之搜罗了全班上下26个学生 凑了一堆皱巴巴的零钱 加在一起还不够一块半 这点钱压根不够用 正当她发愁的时候 班里突然有同学给她出了个好主意 卫敏之让学习委员上去计算了半天 最后算出来班上1000块砖就能赚到15块 于是她带着全班26个小屁孩 蹦蹦跳跳地朝着砖场的方向跑去 可到了砖场他们才发现厂长根本不在这里 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赚钱的决心 说干就干 孩子们一拥而上全都使出了吃奶的劲 不知道如何摆放呢 就将砖块堆放在窑洞里 他们屁颠屁颠地忙活了好半天 直到厂长来了给他们臭骂一顿 就算是被厂长给赶了出去 他们也死活赖着不肯离开 一群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围着厂长管他要钱 最后看在学校高老师的面子上 厂长无奈之下只能掏出15块钱塞给他们 回去的路上同学们高兴坏了 看着一个个口渴的孩子们 卫敏之带着大家伙一起来到了村里的小卖店 除去坐公交车的9块钱 他们还多出了整整6块 有同学说渴了好喝 也有同学说建立宝美味 但实际上大家全都没喝过 于是卫敏之花了6块钱买下两罐 整整26个学生你一口我一口地藏了起来 每个人都很自觉地抿上一小口 等到了卫敏之这里也只剩下了一点点 他浅浅地藏了一下就赶紧递给了身后个子最小的同学 可万万没想到 等他们到了车站才发现 前去城镇的车票价格居然要20块零五毛 而他们手中仅剩的9块钱却远远不够 无奈之下他只能带着同学们回到教室重新开始计访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来回车票加起来一共需要52块5 这也就意味着同学们还需要再搬13000块砖 如果按照早上那1500块砖花了两个小时的情况下 那么他们还需要17个小时才能凑够路费 可搬砖实在是太累了 孩子们都不愿意再去 就在卫敏之发愁的时候 一个小女生站起来说道 还不如骑混车呢 50多块钱 大家哪能转过来呀 县里的大巴一停车 26个学生就疯狂往上面挤 还没上去几个就被售票员给赶下了车 同学们看着远去的大巴车心里却乐开了花 原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帮卫敏之打掩护 没想到大巴刚刚走出没多远 卫敏之就因为没钱补票被赶了下去 现在回去吗 那绝对不行 卫敏之朝着城里的方向往前走 再怎么热的天气也不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不知道翻过了多少座山 他从白天一路走到天黑 没去过城里的卫敏之也不知道路程到底有多远 幸运的是大半夜遇到一个好心的货车司机愿意载他一程 直到第二天凌晨这才终于到了县城 这里的路很宽 街上的人很多 但不熟悉一切的卫敏之来到这里找张慧珂犹如大海捞针 他不断地向路人打听 寻了半个城市才找到了张慧珂工作的地方 这栋破房子里住的全都是来城里打工的孩子们 带张慧珂一起来工作的老乡声称他早在火车站的时候都给走丢了 卫敏之非常生气 他质问对方为什么不去找 卫敏之想让他和自己一起去找张慧珂 但对方表示还要工作 除非能支付给他一天两块钱的工资 卫敏之没办法只能答应对方的要求 可到了火车站他才发现这里人山人海 更何况张慧珂已经丢了好几天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求助火车站的广播员 两人在楼梯口等了一下午 依旧没有张慧珂的一点消息 老乡不想再等下去 他想拿钱回家休息 如今没找到张慧珂 老乡又急着要回家 卫敏之当然是一百个不愿意 但又抵挡不住对方的死缠烂打 弱小的卫敏之哪里是他的对手 对方拿到了钱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卫敏之独自一人一直等到广播站下班 都没等到张慧珂 工作人员说这都丢了好几天了 再拨下去用处也不大 他建议再到别处去找找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丝希望又再次被磨灭 卫敏之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看着那香喷喷的葱油饼 他简直是太饿了 身上那仅剩的六块五毛钱 卫敏之没有买是的 而是转身来到了文具店 他将所有的钱都买成了纸盒笔 来到火车站的后车大厅 开始写寻人启事 蹲着写累了就跪着写 跪着写累了就坐着写 卫敏之写了整整一夜 直到写完了那瓶墨水 他到卫生间拧开水龙头 自己先饱饱地喝上一顿 然后再给墨汁添些水 虽然自己已经淡得快没了颜色 但只要有希望 他就不会轻易放弃 早上一个大叔睡醒 看到了他的寻人启事 却告诉他这根本没用 这怎么能联系 你这个没地址啊 这个不行啊 电话号 B1号 手机 你什么都没有怎么联系 就这贴大间 就是有人看着 想跟你联系 写封信都没法写 整条出在什么地方 哪个乡哪个镇 你都没写清楚 现在这是 电话都拦得着 谁有工具写信 花了钱 大叔的这一番话说的 卫敏之心里拔凉拔凉的 他扯了扯 大叔的衣服问他该怎么办 大叔说现在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去电视台找人 那样的效率是最高的 可电视台在哪里他也不知道 于是卫敏之拿着寻人启事 问了一路 而天真的他刚刚进去 就被保安给赶了出来 让他等上班了再来 可怜的卫敏之 只能坐在电视台门口 先睡一觉 直到早上九点多钟 他再次来到了接待室 卫敏之说自己要找人 接待员让他去二楼的广告部 当他知道卫敏之身上 没带钱的时候 接待员直接给他撵了出去 一分钱没有带你进去干什么 简直开玩笑 我就让你进去 你也解决不了问题 快走开走开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 我知道你怎么办 除非你是台长 他们家亲戚 你是人小姨子差不多 我们这台长说了算 虽然被狠狠地批了一顿 但卫敏之也得到了 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 那就是找到台长肯定有用 于是他就在门口等着 但凡遇到戴眼镜的他就上前询问 是不是台长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大叔 就算是对方骑车跑了很远 他也要追上前去问个清楚 你是台长吗 台长 你是台长吗 什么台长 不是 搞错了吗 他渴了就到路边喝口自来水 就这样他一直问到了 电视台夜班关门都没能找到台长 卫敏之从出门到现在 整整两三天一口饭都没有吃 他简直太饿了 路过夜市探探到别人的剩饭剩菜 在确认周围没人看管的情况下 他赶紧将客人剩下的几口面条扒进嘴里 晚上没地方睡觉 他就只能躺在路灯下面 好不容易写的寻人启示 也被夜风吹得七零八散 早上被扫大街的清洁工人打扫得一干二净 直到第二天被一个好心人给叫醒 他才发现传单早已不见踪影 幸运的是第二天下午 台长听说门外有个女孩等了他一天一夜 在得知是被接待式拒绝入内的时候 台长非常生气 我听说人家在底下等了一天半 他要等的那又不是我们让他等的 我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 我看他多少就有点病 你看这是什么态度 又没有证件又没有什么身份证 你这样等了一天半了 你还说人家有点病 你有病是他有病 我们是按规章制度办事的 他没有证件可以不让他进 那就叫人等一天半 什么态度 台长亲自将魏敏之接了进去 还为他准备了一顿饱饭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 台长专门为他安排了一个节目 希望魏敏之上台能讲述一下找学生的过程 还有深远山区遇到的教育问题 以此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 可面对着直播镜头 魏敏之却紧张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直到主持人说张慧珂很有可能在电视机前看着你呢 魏敏之这才缓过神来 他看着镜头眼泪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张慧珂 跑到哪儿去了 我就找了你三天了 这档节目果然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关注 很多热心市民都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是否找到张慧珂 殊不知这段时间的张慧珂也过得很难受 在大城市无亲无故的他也只能在车站睡觉 每天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城市街头 吃着别人剩下的饭菜 幸运的是有个饭店老板是个好心人 让他饿了就到自己饭店里来 直到他看着电视节目把张慧珂拉到电视机前 问是不是在找他的时候 张慧珂再也绷不住 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师 居然能为了自己来到大城市寻找这么多天 电视台用专车将魏敏之和张慧珂送回了乡里 他们还特地为二人做了一次特别的专访 现在魏老师把你带回来了 那你觉得魏老师好不好 好你觉得怎么样感谢魏老师 所以长大了你也入也高中 跟我车走间 现在买好多好多东西 那个城里怎么样喜欢不喜欢 喜欢 城里怎么好啊怎么让你喜欢 城里比城市都很好 城里一个摆这东西的摆那东西的 比这里好多了 你觉得城里给你留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比如 一而非 你也有缘 不仅如此 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所捐赠的各种教育物资 他们再也不用为了那一颗粉笔头而担心学习 这可把孩子们开心坏了 魏敏之允许他们每人挑一个颜色的粉笔 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心中的那一个字 张慧珂依旧非常调皮 他偷偷的写下了三个字 这是在他的心里 这个年仅13岁的魏老师 就是他心中最好的老师 魏敏之虽然没有什么文化 也没有任何才华 甚至可以说他是死脑筋 一根筋 但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却把内心深处的那片爱 一丝不留的全都奉献给了他的学生 那就下一个人